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审当中 中国炕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表现抢眼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收在每桶70美元之上 从底部30多美元起已经实现翻番 七铜七铝等也都大幅飙升 而资本市场上全球股市也都是大幅上扬 A股市场各大指数五月份升幅都普遍超过5% 在震荡中连创反弹以来的新高 五月份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那么我们的实体经济到底如何呢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备受瞩目的五月份宏观经济数据 一起关注一下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 中国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下降1.4% 连续第四个月下降 同时五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较上年同期下降7.2% 连续第六个月下降 与四月份CPIPPI分别下降1.5%和6.6%相比 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中国经济不振和需求疲软的状况仍在延续 CPI和PPI的双复连续四个月的双复 它说明我们的实体经济还没有回到正常的增长的轨道上来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实体经济方面要保八 这个任务还是非常非常的艰巨的 向松座告诉记者 CPI和PPI双双下降 意味着经济继续疲软 但也就在这几个月 我们也看到了来自市场上的另外一番景象 从2008年10月底 中国股市局地反击 走出了七个多月的反弹行情 随着股市的上扬 国际金价一路走高 冲破1000美元的关口 原油价格则创出了反弹价格的新高 每桶70美元 国际同价更是在最近六个月以来 走出了陡峭的上涨行情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 则给出了经济向好的信号 数据和现象之间出现了背离的局面 是CPI数据统计存在虚假的成分吗 那么中国的CPI数据是如何出炉的呢 在北京市宣伍区 记者专门采访了统计局的价格采集人员 每隔五天采嫁员侯建华 就会来到这个人生鼎会的天陶菜市场 按照北京市统计局严格制定的采嫁目录 逐一询问价格 记者注意到同一种肉产品 至少要询问三四个摊点才记下价格 在整个宣伍区统计局 有十位像侯建华这样专业从事采嫁的工作人员 全国有三千名采嫁员 在宣伍区这块呢 一共是62的采嫁点 1700多个品种 因为我们宣伍区有八个街道 基本上看了看 八个街道各种点都有 在全国像宣伍区这样的采样点 近五万个 覆盖550多个县市 涉及食品 衣着 居住 医疗保健等八大类 262个基本分类 尽管CPI的统计 繁复而且细致 但在像松座的眼中 CPI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标 看CPI和PPI 只是一个很片面的 或者不全面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要看什么 我们要看资产价格 在像松座看来 股票 房产 货币供应量 大宗商品走势 都应该是密切关注的资产价格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 美国一定会很快的进入到一个通胀的态势 那么中国的判断 我的基本的判断 我有这么一个判断 就是说 中国的通缩 很快会过去 通胀 即将到来 今年以来 国内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 开始发挥出积极效应 一些经济指标也出现了止跌其稳的迹象 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衰退 还在持续之中 全球需求依然低迷 国际金融危机 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在加大 和像松座的乐观相反 也有经济界人士认为 CPI PPI连续四个月双双下降 表明通货紧缩的危险正在加大 胡祖六告诉我们 5月份CPI和PPI双双出现下降 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内 他认为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 需求下降的大危险下 国内的物价水平还是会持续的下降 那么中国经济虽然通过这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 和货币宽松政策 那么从第一季度开始 我们出现这种初步的反弹和复苏 但总体来说中国经济还是出于这么一种严峻的现实 就是大部分的产业产能过剩 或者说需求不足 所以这是导致这个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根本的原因 最近几个月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路上扬 特别是石油 钢材 黄金等大宗商品出现了大幅上升 但是在虎祖六看来 尽管国际原油 黄金 钢材等初级产品的价格 出现了大幅反弹的迹象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 初级产品 大宗商品包括铁矿石还有其他的价格 事实上虽然最近一两三个月也有反弹的迹象 但是跟历史的峰值比他们也还是出一种低位的水平 所以总体来说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的反弹 还没有卷化成最终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 虎祖六认为从全球其他国家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 不只是中国 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经济 面临的主要风险还是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 防止通货紧缩是当前的经济政策主要任务 在这种环境下 通货膨胀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就是在可预见的将来 从现在 甚至未来一年 两年 通货膨胀都可能不应该成为这个政策的主要的关注点 当然两三年以后 从中期来看 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型 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反通书 是刺激全球经济复苏 包括咱们中国经济的复苏 是有同样观点的 还有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 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清 龚方雄日前表示 通货紧缩对中国来说 近期和中期都是更突出的风险 预计2009年全年VPI将下降0.5% 今年中国可能再进行两次27个基点的降息 而宋国清教授认为 早在2008年10月份左右 我国就已经进入通缩 而且是严重的通货紧缩 他们一致认为不能因为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就改变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果这时候 就过早的这个调整政策 由反通俗 反衰退 变成反通胀的话 那么我想 会产生非常不幸的结果 五组六最后告诉我们 从去年以来 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刺激政策 包括央行降息 增加货币供应量等 但是 在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还要注意防止 由于信贷政策过于宽松 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我们需要关注说 不要因为这些宽松政策 特别是很多流动性 不要导致一种 在实体经济复苏 还没有完全打好牢股基础之前 在我们的很多企业的盈利 还没有大幅的改善之前 就开始可能出现潜在的 我说潜在的 股市或者房市的泡沫 这点我就是个风险 我们应该关注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降临 导致外需不足增长乏力 另一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又显露出拉动作用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 当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孔 CPI PPI持续走低 与资本品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相反 这也让经济界在如何判断宏观经济 下一步走势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我们再来听听另一种观点 2008年金融危机横扫全球 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成功抵御危机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2008年12月 央行确定了将实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样的提法在我国的宏观调控史上 还是首次出现 而翻看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大事迹 可以发现 事实上 央行并没有使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唯一的举动是放开了货币水龙头 而从已经公布的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来看 国民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显而易见 业内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表现良好 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流动性 共不可没 应该讲 我们说现在目前 上海的经济开始出现了有些好的一些 这个这个趋势 我们觉得呢 这个也是得益于这个 四度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 由于金融海啸 导致全球信贷紧缩 金融市场流动性突然干枯 所以世界各国央行都展开了一致的放宽货币政策的行动 而且趋势日渐加强 海啸中心的美国不断向市场释放出流动性 2009年3月19日 美国更是开动印钞机 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收购3000亿美元的长期美国国债 和至多1.2万亿美元两方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几乎与此同时 日本 德国 英国的央行也都购入债券 增加金融市场的货币供应 欧洲央行的基础货币同比增幅 今年首季已经高达22.9%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 美元非美元货币供应 及相关流动性的大量增加 会增加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的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斯蒂·格利茨对记者发表了他的看法 而在中国在大幅减析之余 我国还指导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贷款 央行数据显示 2009年一季度 人民币新增贷款达到4.6万亿元 同比增加3.2万亿元 而今年前四个月的新增贷款 就多达5.2万亿元人民币 以超过全年的信贷投放计划 而现在的货币增长速度 已经到了25%以上 对此不少经济学家指出 应该防范可能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 25.5%的货币增速 与3.6%的民营GDP增速 差异太大 我觉得这个进行一些微调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09年第一季度 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 主要经济体激进的货币政策 促使全球货币条件进一步宽松 报告称 如果中央银行在经济复苏时 不能及时回收巨额流动性 可能再次埋下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隐患 经济学家谢国中指出 我国消费物价指数自今年2月以来 一直呈负增长态势 但是在物价俏尾因素消失之后 CPI同比增幅将恢复正数 在此之后 在流动性泛滥的刺激下 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逐步上涨 以及全球经济的止跌回稳 我国CPI升幅将逐步有所扩大 有可能再次演变为 以输入方式为主的成本推动性通胀 对投放惊人的银行贷款流动性泛滥和贷款投放过多 对物价的影响应当加以留意并提早防范 我觉得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话 应该是现在要收紧了 那个就是如果就是那个货币增加的话 25%这样的速度的话呢 我觉得呢就是有几个月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维持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的话 那比较高的通胀的话是必然的后 所以呢从中国的货币政策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对放大量的货币的话 是要以谨慎为主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在信贷规模高速扩张之后 我们能不能及时收住资金供应的口子 防止出现新一轮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 成为经济界关心的焦点 面对宏观经济的表现 刚才几位经济学家的判断不尽相同 这也恰恰证明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处境当中 风险和机遇都同样不容忽视 我们也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蒙黛尔 来听听这位欧元之父的分析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CPI指数同比下降了1.4% 其实早在5月份的经济数据即将出炉 就有不少机构预测 CPI PPI两个指数同比仍将会出现双双下降的现象 常年关注中国经济的蒙黛尔认为 不需要为数据的下滑感到担忧 I think that those declines are not really unexpected w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in this great downturn and initially it looked as if many of the figures for China were elevated high but I don't think many people expected that to last I think that not from position of strong increases to negative strongly negative drops So it's not natural that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recession but of course when I talk about thi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Chinese economy going into negative 进入2009年 中国的CPI指数接连出现下滑 而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却在增加 因此最近一段时间 很多经济学家担心 这样大量释放流动性 会为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运行 埋下通胀的货根 对此蒙黛尔同样不认同 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同时 也担心通胀压力的来临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控 对此蒙黛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需要防止那种减轻 以为更加增加的金融政策 而要做的 就是禁止购买至少的金融 在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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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因为中国对于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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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在美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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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需要那些钱 那些美国的美国的美国会在家里 世界经济也同样面临控通胀还是防通缩的两难抉择 目前全球的实体经济还处于低迷 但是各种资产的价格却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 对这种反常的现象 蒙黛尔也进行了分析 这很清楚 人们一样的高颜色的预测 轮购买 前往剩下的颈颗 之前是坦白的颗 确购买 有一年年年年纪的颗颗 纪的颗颗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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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总月成功了 在大大部分的梅里 未来年年年年度的美国长 提高的储领 他们说 如果那个港广的美国的美国 or if you don't appreciate it, and the dollar was going up against all currencies, except the RMB because the RMB at that point was fixed, it stayed that way, so the dollar went way up and so raw material prices and oil prices came way down, that created that deflation. Now the US dollar has gone down so oil prices are coming back up, so oil prices are directly 蒙德尔认为美元贬值是造成当前国际市场原油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这并不是国际经济已经好转或者见底的信号 不过对当前扑朔迷离的经济形势和今后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走势 蒙德尔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预测 前面的节目我们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虽然出现一些回暖迹象 但经济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CPI和PPI降幅不断收窄的局面表明通缩的压力在不断减少 而近期大宗商品的突然繁荣和股市楼市的向好 又意味着通胀风险正在趋增值得高度关注 其实在我们看来通缩与通胀是一个过程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世界从来在任何一场危机中都是有通胀就有通缩 中国经济过去也一直经历着通胀与通缩的轮回 在我们看来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是未来的关键 现在中国经济如果恢复速度太快还真不一定是好事 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从通缩到通胀可能会很快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稳健的经济 暴涨暴跌都不利于长期的发展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